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獎疊密碼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股會期陽間中場再創新高 大漲147點 收在18196點 成交量能是2592億 那既然盤石怎麼做解析呢 我們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大宇國際投股 張宇明分析師 張老師好 婷娟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台股排名上官 掌握港行 問您先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台股今天在漲了147點 又創了歷史的新高 大盤現在今年已經漲超過3200點 當然操作難度來到歷史新高一定是相當的困難 因為你可能不小心萬一買錯了 買到高點那就麻煩了 也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夠解套 所以我們這時候操作難度是非常高的 你要選對主流 要跟對人 才能夠輕輕鬆鬆來獲利 我們看新聞 我們說股市裡面知識就太多了 你每天打開報紙 打開新聞 打開媒體 打開網路 打開手機 你才能在股市裡面挑對標的 選對主流 能夠賺到錢 有沒有道理 來 新聞 華為加入電動車的大戰 華為現在出了很多的電動車 第一台已經推出來 陸續要推出 甚至還有很多的APP 很多軟體 他整個手機的作業系統叫鴻蒙系統 因為本來Google讓他用 Google不讓他用 把它剔除了 所以現在華為的手機 已經沒有Google系統了 所以他必須發展自己的操作系統 它叫鴻蒙系統 現在把這個系統運用在這個 車子上面 電動車上面 所以他現在手錶 手機 電動車 都同一個系統 叫鴻蒙系統 自己開發成一個獨立的系統出來 電動車也發表了 這台電動車太可怕了 來 我們說華為要出電動車了 電動車 為什麼這台電動車產生 當然不是華為 蘋果 歐普 小米 這些手機大廠 通通要出電動車 原因是他現在不用電池了 不用引擎 他只是要電池 電池有了 你就有電動車了 剩下的就是輪子 那個輪子也沒什麼 車殼 那個也沒什麼 你的作業系統 手機系統移過去變鴻蒙系統 所以我們重點就是把引擎取代掉 變成這個 電池 所以所有手機廠清約就可以跨足 來做電動車 所以電動車非常的熱鬧 傳統車廠當然要做 手機大廠也要做 哇 這個車子是常在太火熱了 那整個電動車最重要是什麼 電池 電池誰做出來了 華為做出來了 我們華為為什麼被逼去做電動車 他其實並沒有那麼早要做電動車 美國Google不讓他用 金片不讓他用 作業系統不讓他用 然後他很多的人才 華為當時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手機大廠 這麼多的研發人才怎麼辦 好 沒關係 通通轉到電動車 所以電動車做出來 當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強 華為手機本來就很強 好 這台就是華為的電動車 那這台電動車很快發布了 在23號本列分23號發布了 那發布之後 有一個訊息非常的驚人 哪一個 就這個 續航力 續航力可以到1242公里 投資朋友1242是什麼概念 我們台灣鴻海要做的電動車 還要兩年700公里 人家現在做出來了 已經1242了 你看你怎麼跟人家拼 連接來是25萬出頭 人民幣 大概也是100出頭而已 所以我們說鴻海電動車最大的問題 兩年後 兩年後700公里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你看現在1242公里的電動車做出來 這續航力 那續航力怎麼會這麼強 包含美國電動車特斯拉都沒有這麼強 那華為怎麼會這麼強 問題就來了 他為什麼可以做出續航力 1242公里的電動車 打垮 目前所有電動車被他打敗了 里程最高的 因為開電動車會有所謂的旅程憂慮 你開的時候 應該不像加油站那麼普及 然後去電動車充電樁充 距離又有時候很遠 像一個縣市可能只有一個電動 充電樁一個站 像有一個朋友說從台北下來到台沖 到半路沒電 非常的壓力很大 最後他去銅鑼 說到銅鑼交易站的時候 充電站的時候剩下2% 開的體型吊膽 萬一半路上吊車那就麻煩了 所以開電動車最大的問題就是旅程憂慮 我怕充不到電 我怕沒有地方充電 充電樁還不普及 那如果續航力很多的時候 1242到這邊 台灣繞一圈沒問題 繞一圈才800公里而已 所以當這個里程優力解決了 那是不得了的 那我相信這個不是極限 這會再往上推 那為什麼它可以做到1242公里 全世界最強的一個電動車里程 它怎麼做到的 跟一個東西有關 跟哪個東西有關 比離電池更強的產品叫石墨烯電池 當有一天石墨烯電池出來的時候 將秒殺一切的離電池 所以華為這台車可能有加了石墨烯的 所以當然我們再來說明 這台電動車為什麼里程可以這麼強 那我們這電池裡面就分三連電池 跟那磷酸離鐵電池 那三連電池 就是化學東西嘛 石墨烯電池已經比三連電池更高了 包含特斯拉也用磷酸離鐵電池了 包含蘋果將來出來電動車 它也要宣布要用磷酸離鐵電池 所以磷酸離鐵電池的 市佔力會越來越高 因為化學東西不像這礦產很麻煩 要去挖礦 礦如果吸油就麻煩 所以慢慢轉向磷酸離鐵電池 電動車裡面當然 電池裡面很多東西 包含有正極 有負極 中間有隔離膜 中間有什麼 流來流去叫電解液 電解液外殼要把它包起來 對不對 外殼 甚至整個電池 很多電池排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電池控制系統 所以電池裡面其實分得很細 那我們把它分 我們看正極負極就好 最主要在正極跟負極 我們剛剛講正極就是這個 內孤門 內孤裏 磷酸離鐵電池的正極就是磷酸離鐵 好 那負極呢 負極只有一個東西叫石墨 不管磷酸離鐵電池 散熱電池都一樣 它的負極就是石墨 所以石墨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在研究產業 怎麼研究 就是這樣研究 石墨 你沒有石墨 你什麼電池都沒辦法做 所以石墨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懂意思嗎 好 那石墨誰在做 有三晃1721 懂意思嗎 台灣唯一一家石墨生產商 產量10萬噸 它還曾經獲得公園的 A加A Plus計畫補助 是石墨是最薄 最堅固的奈米材質 所以我們這個石墨烯 當然在電池的負極 就會產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張宜敏你為什麼買三晃 就這樣 這樣你懂了嗎 好不好 很多人看完之後說 不了解這個道理 我講給你聽你就懂了好不好 那我們說石墨烯電池會怎麼樣 為什麼華為這台車 可以到1200多公里的續航 因為它可能 我猜 可能用了石墨烯電池 那我們石墨烯電池 不是整個電池都是石墨烯 不是這樣了 如果你這樣可以講 那他鬼扯他不懂 石墨烯電池是什麼 石墨烯電池在電池裡面 加入了石墨烯當導電器 懂意思嗎 它的目的 它只加一部分石墨烯當導電器而已 它的目的就是提高電池的容量 然後可能本來800 現在變1200 提高它的旅程的一個容量 第二個提升它充電的速度 所以所謂的石墨烯電池 不是整顆都石墨烯 不要搞錯了 那誰有在這個歐洲 設一個石墨烯電池研究廠 這家叫華為 華為兩年前就設了 叫石墨烯電池的一個 這個歐洲設了一個研究廠 所以我們說這台車子 華為這台車子一出來宣布 1200多公里的續航里程 所有電動車它最厲害 續航里程最強 所有這個嚴重的華為 它就加了這個石墨烯 它如果沒有加這個石墨烯 要做到這麼大的里程 理論上是不大可能的 因為特斯道都做不到 特斯道最早做電動車了 好 3號我們看最近的表現 12月21 速度快不快 很快攻上漲停板了 對不對 非常的快 這個12分 9點12分 12月21號就攻上漲停板了 好 當天漲停板只有三檔 包含中華化 包含這個三晃 那是其中一檔 所以當然是非常的強勢股 隔天盤中再攻漲停板 最高亮燈對不對 所以第二天它其實也有攻漲停板 頭這邊 所以你說它強不強 很強 可是過幾天就休息了 那為什麼要休息 因為現在有分盤交易 如果你六個交易日子裡面 你的漲幅超過32% 連續三天 超過就警示 警示三天就分盤交易 所以這時候它必須避 它可能要避分盤交易 所以漲兩天之後休息 到了今天才有表現 今天是28號 不錯 反正漲了6%多 差一點碰到漲停了 在這裡 差有一段小小距離 就碰到漲停 也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那今天我們先做一個獲利的調節 爆幾天了 我們就要做一個 先客戶先做一個出場 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幾天買了很多次 買了27.3 28.1 29 兩次 總共買了四次 今天出場賺了五塊 總共賺五塊錢 那你會說老師 你買四次才賺五塊 問題它就沒什麼動 它就在這裡 這段很強 問題這裡就沒什麼動 不是嗎 今天賣完之後開高走低 打到平盤一下 那我們今天賣在這裡 已經算很不錯了 Cotion都在這裡 這裡都有 賣在這裡已經算相對不錯 因為最近它沒有很大的漲勢 所以這一根跟這一根 是陷入四天的整理 因為線比較弱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先做一個調節 原因在這裡 重點不是說我們每次都能夠做到大魚 你能保證說你每次都做很多烏魚嗎 沒有這個本事 那我們重點要保護會員的平安 雖然這次有的賺 可能賺六碼沒關係 有的賺兩塊都沒有關係 賺錢總是好事 至少沒受到傷害 我們把本錢留住 下一次有機會再賺到大魚 好不好 好 這是我們今天先把它做一個調節 那我們說我們上次 已經賺61%把它放口袋 11月10號到12月2號 這一段時間大概20天 我們賺61%把它放口袋 這是普通會員操作 那最近又操作這四筆 我們再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好 我們說這檔股票很漂亮 上次61%就這一段很漂亮 好 那目前總共已經操作六趟了 不多 大概賺20.3元 總共加起來是81% 當然沒有扣成本 我沒有算那麼細 老師要扣成本 好啦 扣成本給你扣10%好不好 那也要賺70%也是很開心 好啦 扣20%好了 賺60%也是很開心 不是嗎 只要在股市裡面 賺多賺少都很開心 賺80%當然很開心 老師我動作比較慢 我只有賺60% 他也很開心 為什麼要不開心 賺錢就是開心的事 不是嗎 好不好 好 當然有人說老師 你講了石墨西 你講了這個負極 我讀的資料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三晃這張股票 他說他讀到什麼 他說負極材料裡面有 中碳 碩合 龍碳 他說他怎麼都沒有讀到這個三晃 他有沒有讀到三晃是他的問題 他專業不足 他看雜誌的 寫的人專業不足 他跟老師的 老師專業不足 別人專業不足 不干我的事 那我講的是確實 資料裡面沒有寫 這資料當然沒有寫 但是我講的是確實 那資料不是鬼扯的 三晃的石墨 月廠的確是10萬噸 那資料都可以查得到的 那自己有人查不到 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他說他去買了什麼 買中碳 都沒去 可能你看看 有沒有 這兩個月他去買中碳還賠錢 為什麼 我就不會買中碳了 我會買三晃 我不會買中碳 所以我們同樣一個題材 選股都重要 那如果你不會選股 一切都是空 我們賺到錢了 我們賺八成 你可能還賠兩成 那怎麼會這樣呢 有人賺八成 有人賠兩成 你買錯股票了 沒辦法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免費的知識 排山達爾 我們剛剛講的 你怎麼樣能夠快速分辨 快速分辨完 你才能夠怎麼樣 才能做決策 那如果你沒有快速辨別的能力 那你就去買中碳 你就去買碩 你就是買碩 那股票就是不會動 沒有漲 到最後你就是賠錢 當然是很可惜的 你都可以找到負極材料裡面 有中碳 有碩合 有碩合 可是你找不到三晃 你看多可惜 那你買中碳 你買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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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賠錢 你看這兩個月你沒賺錢 那多可惜 不是嗎 投資朋友 所以我們說免費知識 排山達爾而來 這些知識都不難找到 這哪有什麼難 隨便網路上 Google也有 可是你找到的知識 投資朋友 你能不能找到正確的 然後錯誤的把它排除掉 那如果不行 你找到這些知識 沒有用 有 他是負極沒錯 你買中碳有賺嗎 賠錢 不是嗎 你買中碳有賺嗎 那你買了兩個月還賠錢 那多可惜 投資朋友 我們每次這兩個月 我們賺了八成了 你賠了一成 賠了兩成 這一打一回 差快一倍了 賺八成跟賠一成 90%了 你賺一賠已經90%了 你看多可惜 不是嗎 那你為什麼去買中碳 因為你一定沒有判別能力 你只有會看這個沒有用 懂意思嗎 你沒有能力判別 那格局到底對不對沒有用 你買進去還是賠錢 那如果你今天買的是三晃 不是很開心嗎 就算你看我電視買 你可能都可以賺個兩三成 不是嗎 但是你去買中碳 對不起 對啊 這裡面寫有中碳 可是你買沒有用 你買了賠兩成 不是嗎 很可惜 好不好 我們再看這個永光 永光要做什麼 他要做一系列半導體的材料 永光不是化學的嗎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到 化學產品現在跨入電動車了 電動車相關的材料 會用一些化學產品 包含半導體會用一些化學產品 所以化工股你可以注意 我沒有叫你亂買 我說可以注意 觀察 到底什麼股票是對的 看懂它架構 有機會 這一塊是有機會的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這個很重要 它竟然可以跨入到半導體的 你可能沒想到 化工股怎麼有半導體 對啊 新年代半導體會用我們的化工材料 包含電池都會有 好 那永光可不可以買 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賣 為什麼 現在格局不對 我會等他翻多的時候再說 好 有人說 老師我買了台肥 他以為也是一期開頭的 但是你買台肥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賣出去到這麼多 你告訴我 你買兩個也會賺嗎 你一馬也賺不到 所以你會挑股票 你說你會挑 可是你其實是不會挑 要你會挑 你怎麼買台肥 你怎麼買永光 不是嗎 因為這格局是不對的 懂意思嗎 你不對的格局 你去買也沒有用 那等他對了再說 好不好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問題 來 新聞 敦泰說明年要偏銀行高 敦泰 有一個投資人說 老師我買敦泰到底對不對 今天有兩個新聞 敦泰兩個新聞 我們看一下 你說對不對 你半年內你去買敦泰 你大概可能要賠五成 你怎麼會對呢 不是嗎 那你不是傷得很重嗎 現在在底部盤整 為什麼詹明不會去買敦泰 你看這一棟我都不會買 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是八月 從八月到現在已經年底了 四個月了 五個月過去了 你告訴我你去買敦泰 你怎麼可能賺到錢 詹明你為什麼不會買敦泰 同樣這張圖 來 有沒有不一樣 有啊 因為我看這一張 我不是看這一張 你看這一張我知道 我看這一張 這格局就不對啊 不對我怎麼會買呢 懂意思嗎 那你買進去不就受傷了嗎 目前呢 還有兩個賣出去 要壓在上面 所以這種股票 謝謝再聯絡我沒興趣 那萬一你買錯一檔就是五成 你買兩檔今年就過年了 你就不用玩了 錢賠光了 對啊 這一檔是五成 那你買兩次錯你就完蛋 你就畢業了嘛 好不好 光陽科董事會的爭執 走這邊 爭執很嚴重 所以你看到光陽科 都是負面消息 都是董監 每個都說董事長是他 然後珍海珍去 每個都要召開董事會 然後召開董事會 然後召開股東大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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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七八糟搞得亂七八糟的 看了都煩死了 可是怎麼樣 看股價來 天啊 如果你買了光陽科 你告訴我 你這四個月要賺錢可能很困難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現在知道 董監發生了爭執 這種股票張艷明會不會買 我當然不會買 我不是今天看到報紙才跟你講 為什麼 這怎麼買 你告訴我 壓力 這怎麼買你告訴我 都爛掉了 不是嗎 這如果是千瘡百孔 對不對 每一個賣出去要當做一個受傷 應該不是千瘡百孔嗎 這種股票我是不會買 但是你可能會買 你買你就受傷了 所以我們說知識很多 但是你要快速辨別能力 如果你沒有快速辨別能力 沒有選股的能力 你要賺到大錢是非常困難的 有沒有道理 來 舉例一下 什麼叫快速辨別 可能兩秒鐘就辨別了 真的可以做到這樣 舉例 來 這個小姐跟這個帥哥說 我覺得我跟你好像不大適合 他覺得他不適合這個帥哥 帥哥跟他說 可是我開BMW745 這個女士馬上做決定 他馬上就跟他親下去了 馬上就親下去 我愛你 他本來說 我們好像不適合 個性不合 那男生從口袋裡面 就掏出來鑰匙來 掏出去把鑰匙來 開微量的745 那個女士馬上就跟他親下去 我愛你 馬上就決定了 不是嗎 那如果你做股票一樣 可以馬上就決定 而且判斷正確 那就不得了了 懂意思嗎 這很棒了 咖啡甜不甜 不在於怎麼攪拌 咖啡你怎麼攪拌 都是苦的 那你把糖放下去就甜了 你倒杯咖啡來 你哪一個小時那個還是苦的 那你把糖加進去 他就變甜了 所以咖啡苦不苦 不在於攪拌 在有沒有加糖 這不要搞錯 很多人是搞錯方向 好 趙愛明今天跟你講這股票 有沒有 上個禮拜我已經推出了 這幾檔股票 我跟你講我這個禮拜要操作 我們看這些表現 一檔 兩檔 三檔 今天有三檔掌停板 當然你會說 老師你這個搞不好是事後造假的 我禮拜五所有的會員都收到了 全國的會員 你如果沒有收到這張你來找我 我一定有 因為我把它附在傳承稿裡面 今天就是三檔股票公上掌停板 有沒有 一二三 漂亮 三檔股票公上掌停板 真的很漂亮 昨天是一檔 今天是三檔股票公上掌停板 時間的關係可能講不完 合唱 在這裡 本來這裡要買 50.2嘛 來不及 你馬上就拉上去了 好 拉到這裡 從這邊 來 拉到這裡 來 拉到這裡 沒關係 這裡也是可以買 買完之後 在這裡 51 買完之後 咻 掌停板了 沒錯嘛 鎖住一萬多張掌停板了 這合唱 好不好 來 合唱 三線翻多 格局非常的漂亮 一大堆滿意訊 好 股中在這裡 沒錯 平盤附近 漲一%多而已 來 在這裡 18.4 沒錯 來 買進了 買完 咻 又公掌停板了 看到了嗎 有 所以你說股票怎麼買 就這樣買 這格局是對的 蔡英明你怎麼都買這種 要不然買哪一種 這種就是對的股票 那就很開心了 華虎 這也是公上掌停板 公二華虎 公掌停板 所以今天有三檔股票 公掌停板 現行也是對的 三線架構完整 所以今天有三檔股票公掌停板 1 2 3 沒錯 好 這三檔股票 這是普通會員的持股 普通會員有五檔股票 今天有三檔公上掌停板 好 七月份78.1 更正一下 這是八月 八月份今天把對加上去 已經78.1 這兩個月加起來總共多少 149.7 將近150 10點就好了 150萬 放到口袋了 月底到了 今天28了 那如果十月出到現在100 將近快200 150萬了 對不對 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這人生是非常美好的 那麼到底 時間的關係了 講不完 來 張愛銘 要看YouTube的張愛銘分析室 搜尋 好不好 要加LINE的小老鼠A25006999 加入就可以 把時間交給聽卷 好 那更多超吹見光 後來繼續再請張愛銘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東盛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te 說你是東盛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愛銘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te是免費 說你是東盛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愛銘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掌跌密碼 進步個股解析 再把時間交給張愛銘老師 好的 股票要怎麼做 很簡單 方法對方向對 賺錢就是必然 那反過來方法錯方向錯 當然要賠錢 懂意思嗎 所以要把方法找對 要把方向看懂 張愛銘怎麼跟你講的 來 今天我們的普通會員 三檔股票 攻上了漲停板 這些股票怎麼來的 不會無中生有 這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傳證稿裡面 發給我們所有的客戶的 總共今天有三檔股票 攻上了漲停板 沒有錯 佳能 這個股松跟何昌 三檔股票 攻上了漲停板 好 那我們12月份 到目前為止 今天28號 總共賺了78.1 一塊錢 如果一次做實際上 就是這個78萬一 懂意思嗎 這錢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那我們上個月賺71.6 這個月到目前為止78.1 這兩個月 11跟12月 這個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圓滿 賺這麼多錢當然開心 那我們今天一樣 要把錢 一部分先放到口袋裡面了 每當錢放到口袋那天 我跟我的客戶都非常非常的開心 大家非常的愉快 來股票場就是要賺錢 最後這個目的達到 當然就很開心很愉快 我相信這就是你要的股市人生 好 這兩個月從10月初到今天12月28 這兩個月總共賺149.7元 當然如果一次實際上就算149萬 操作三四筆 贏三十一筆 兩筆 這小培一筆平手 賺了扣掉培的149元 那如果一次實際上就149萬 你看過年快到 我們的客戶一定非常開心 非常愉快 也可以過一個非常快樂的新年 那如果你沒有快樂 你沒有過到這個快樂的新年 你要怎麼過很簡單 要找到對的人懂意思嗎 股市最安全的路就是跟贏家同行 這個泰戈爾說 選擇最好的就是最好的選擇 說得太好了 YouTube的觀眾 你可以搜尋 張宇明分析師 如果你是看Lighter的 你就會直接打ID 小小鼠A25006999 搜尋完找到我之後 發一個笑臉給我 把你的電話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我們現在要停卷 好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提醒光朋友了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 個表家證券 無當制裁無利益關係 東森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